一人夏雨昕日前在节目上分享了一段搭计程车的惊险历程 某次他结束拍摄下班后搭乘计程车回家 上车后就低头用手机过不久却发现 司机偏离了平常回家的路线 于是顺口询问司机是否跟着导航的路线走 不要对方突然暴怒开马 认为夏雨昕是在质疑他 他不说话后 对方还越骂越起劲甚至是脏话连骗 让他也开始怒火中烧 直言自己没有质疑对方的专业 请对方不需要态度恶劣 结果说完后司机竟然转身试图打他 还扬言要载他到无人的地方单挑 夏雨昕强装镇定 要求在下个路口下车 司机却开始危险驾驶 最后甚至在路边停车 准备对他动手 索性他抓准机会逃离现场 才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事后夏雨昕向司机车队投诉 没想到克服只是敷衍了事 虽然他感到超傻眼 但爱雨没有证据 只能自认倒霉了